Prauna 就是奧地利 我們從德國隔一個橋之後就來到Prauna 很方便過橋到奧地利 感覺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或是跟我自己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在這段期間來這個 不是這麼有名這麼多人會來訪的一個小城市 主要是因為我有一個見習的機會 在這邊一家醫院 這家醫院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醫院的概念應該在台灣或是亞洲比較少 就是所謂的身心健康醫院 德國好像叫 Suho Somatic Clinic 就是意思說 然後它叫Rehab 德國這邊很多這種Rehab的醫院 就是說很多人如果他 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障礙 或是有些人是身體上的障礙 他們就會被轉診到這種Rehab 在這種Rehab裡面 他們可以在這邊住個四到五週 然後進行治療 可以有心理諮詢師跟他們講話 或是可以跟醫生心理醫師聊聊天之類的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這個醫院的話 它就有很多運動服務 可以去游泳 然後可以去攀岩 可以去參加一些活動叫集地縱軸 然後還有一些健身房啊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讓這些心理上有一些負擔的人呢 可以有一個時間逃離他們原本的生活環境 四五週在這個醫院裡面復健 類似復健 對 然後我就有這個機會剛好過來可以看看 然後很特別是這個醫院呢 它有一個特色 拜仁洲唯一家身心靈復健醫院 它是有跨文化背景治療 意思就是說 有專門負責外國人 如果你是外國人 然後 你有心理有些問題啊什麼之類 或是你需要人服務啊 這個醫院就專門做這些服務 就我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其實想想也 也蠻有趣的 整個拜仁洲 有這麼多的外國人 很多外國移民 到德國的 然後全拜仁洲就這麼一家醫院 對 然後這是 我覺得蠻有趣 蠻不錯的經驗 現在我站在奧地利 對面就是德國 SIMBA 我看著它 但是我看著它 很久不見 在母鳥 在外國是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